长春国贸曾在去年11月份爆料了陈思成佟丽娅两人领阵的事实 在各方问询之下 长春国贸今日凌晨再发微博称 佟丽娅和陈思成确实已经领阵并且好事临近了 前几日杨树鹏和张鑫义宣布婚讯 作为圈内好友佟丽娅陈思成都送上祝福 很多粉丝也借此催促两人尽快完婚 其实作为圈内的金童玉女 两人因为合作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相恋 并在某综艺节目上大方承认恋情 佟丽娅在去年的生日时得到玫瑰甜蜜真爱 两人这段爱情受到祝福 并于去年11月在北京登记结婚 我们爱情修成正果 之前有媒体报道 佟丽娅在与雷家音拍都市剧断奶时假戏真作 并微博调情 而陈思成与女人的绯闻也是满天飞 其实这些都是炒作 实际两人的感情非常稳定 好事将近 并有进化进化生育下一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